那般若这么好 怎么样为忠生解说 来说般若呢 这里有二地来说般若 以世俗地就有十门来解说 能够不取向不着心来说般若果尼 叫召等 底下就解释这个十门 说也是依着文字表显 或是口口相传 若暗闻若口传 这是说 教就是为人赞叹般若 令他受此读诵正义念 照就好像我们拿个灯来照亮万物 如果有人不知道般若的光明 我们就用智慧光明来明照 让他了解 破除无名黑暗 开 像宝藏 它锁在门内 即使这宝藏很好 因为被锁在里面 你不能得 如果我们能够为他开门 那就能够让他随心所欲去取 就好像有人怀疑不幸般若 那我们为他打开这种种的邪疑的门扇 吹折无名关 关就是门户 或者是有人在关门以后 用一个横条的木棍插着 或者让人家进入那个门栓 那我们把这些障碍 门栓或者门户 把它打开 吹破这无名关 让大家有智慧 取得智慧的保障 这叫开 是 有人眼睛看不明显 那我们为他指示 这是好的 这是不好的 就好像有的人小信小智 他不太很明了 哪个是正道 哪个是非道 什么是利益 什么是过失 那我们就为他分别显示 为他指示 再来分别 让众生知道 什么是善法 不善法 什么是罪 福 什么是世间 什么是出世间的涅槃 经是略说了 说得比较简要 众生不容易一下子就理解 比较难解难信 如果我们能够讲经说法 能够广为分别解说 众生就比较容易得到信解 显现 佛为种种众生说种种法 有时候很特殊 应该是赞叹善法 来劝众生舍弃不善法 对不对 但这个地方很特殊 请大家留意 有时候是回子善法 而助不善法 我想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大盛在69卷 540页上南到中南 那边有提到 有时候赞叹六波罗蜜 但是有时候 因为有的人执着六波罗蜜 所以就教人家 为了破除人家的执着 来破散六波罗蜜 那另外举个例子 在《维谋经》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 以要言之 六十二件 急切烦恼皆是佛种 六十二件是我件 这个本来是不好 应该断除的 可是《维谋经》却说 六十二件 急切烦恼皆是佛种 譬如高原陆地 不生莲花 悲失淤泥 乃生此花 淤泥才能够生莲花 莲花是出淤泥 而不然 当之一切烦恼 唯如来种 如是 不入烦恼大海 则不能得一切至宝 用这个来辟欲说 这个菩萨不是急着断烦恼 他是要长久在世间度化众生 那我们要了解佛说的本意 不是说烦恼出众都不要断除不是 而是说 长久在世间度化众生 所以有时候在 毁谤散法 战战不散法 但是我们要了解佛说的本意 这个叫显现 去令众生 令他了解 再来说法 说佛的意趣来适应众生 令他知道轻重向 解释 比如说这个锦囊当中有宝物 但是这个囊口如果细不住的话 大家不知道 你里面到底有什么好东西 那我们就替人家解开这个金卷囊 来解释意理 或者说这个东西很重 那我们把它分开来 重搬不动 我们就分开来 提系令轻 种种因缘 辟喻解释本末 让众生了解 浅意 好像深水难渡 那如果有人分散 这个水让它浅 那要渡的话 要渡过就容易了 布尔布蜜像水渗深 如果能够善巧 论意方便 总统解释能够令浅意 乃至 小智的人也能够信紧 能够这样子使种为所 来说圣圣般若义 那就是清静说般若 那圣意呢 圣意就是第一当中 其实没有一个实在的说者 实无所说 毕竟空固 无说 既然没有说 那就没有人听受了 那没有听受你怎么去正德呢 那没有正德 你怎么断 断烦恼 灭烦恼 那你灭烦恼 成圣者 那就是圣者的福田 对不对 那都没有 灭烦恼 那就没有圣者的福田可种了 那其实并不是完全都没有了 这只是说告诉我们 在圣意地当中 那是心情除命 也有道断 没有说者 没有正者 也没有一个实在福田的自信 那是众生空 法空 那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